市場是廚師第一個廚房 海鮮要新鮮,不是不叫海鮮 這裡是很簡陋,沒有升級裝 沒有落地玻璃,沒有水晶跳燈 這個人是榮心煮給你 我們不做walk in 不做無事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 我一定要把所有心力放在晚市 甚至只有兩位客人,我不想交韓貨 這間店鋪是自己的心血 我希望大家要相信一個做食物的人 一個廚師是用食物的質素走線 這真是私房菜其中一個神秘 這裡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不是很fancy,很漂亮 但這裡的菜式和人是很有溫度 全部都有一個 passion,很真誠 付出那個時間,拿到的收入 在香港的商業社會計算方法 一定不太合比例 他真的只是一個廚師 他不懂得做生意 你好,我是阿邦 我是這裡蕭邦的主理人 也在這裡的主廚 所有事情都是我做的 洗廁所,弄電線,計算,訂單都是我 現在去拿海鮮,之前凌晨4時半 在香港仔魚市場 我自己去買了一些海鮮 托隔壁街的海鮮當中 海鮮車載回來 誰 你好… 認識他們已經幾年了 也感謝他們幫忙 他們看到我真的經常搜尋 他們說這麼吃力 他們順便載起來吧 拿這麼少東西都要親自進去 我真的很厭倦 我們問他們就知道了 最初他來找我們時 都很麻煩 他要求多 又說要漂亮 價錢要公道 他對海鮮很著緊 如果不好 他就不會給客人吃 這隻就是豪宅龍蝦 因為我們今天都多人吃 所以你一定要大隻 看看肉身,這些夠霸 有膏要夠大隻 差不多半斤一隻 這些一開別人三隻 起碼都50隻才出一隻 有膏的 整隻手臂這麼大 價錢至少差13秒 不是我說 老闆說 市場才是廚師第一個存貨 這個是最關鍵的 有時候吃海鮮 你最激氣就是一口 吃下去是水飯 也不是肉 尤其是奶尿蝦 最危險的這些 多大隻,究竟它夠不夠肉 你經過自己的手 你就有信心給別人 謝謝哥哥 謝謝 魚乾就是養活它 保持它的新鮮度 海鮮是要新鮮的 不是不做海鮮 這個就是我的廚房 很少很少的天地 正常一個中菜的廚房 就是有精櫃 底仔爐 烤爐 還有爐頭 我覺得一個 就是一隻鍋 和幾把刀 所有東西都在這裡做了 洗湯切 煎炒 煮茶 燜扣 不夠人家健全的設備 但是就用自己少少的經驗 去彌補 一樣做到的 我們現在預備龍油紅海的第一下 拿去龍蝦油有紅色 它才會出現到紅海 花生油、粟米油 芥花籽油 你都沒有龍蝦味 怎樣去將龍蝦發揮到極致 你就會拿回它本身的材料出來做 我們之前用龍蝦 我們只用了尾部 殼是不會浪費的 用高溫消毒就可以用得了 其中一個煮食的理念 拿了一個生命 我們就會用完整個生命 接著我們就要吃碎它 令它的油更容易地迫出來 要先炒一下龍蝦 讓它更乾身、更香 再加一點油 現在的生油 是金色的 再加一片薑 讓它披一披 始終有點腥寒 慢慢提煉它 要很有耐性 最好有半小時以上 或者至九個小時 最理想 粵菜是沒有溫度計的 你真的很靠廚師的觸覺和手感 很多人都覺得吃不出的 浪費了 一滴色素搞定 你開粉 是不是先 兩秒的事 但你過不過自己 真的很多種做法 是現在沒有人做的 因為真的比較繁複 第一次拿油 你都這樣 那些殼就全部拿完就沒有了 這裡用了八斤爐蝦 但出來的 只剩下十兩油 但是值得的 因為這個是精華很重要 最滑龍點精的地方 然後現在就拿一些漂亮的海蝦 再弄碎它 拿龍蝦油煎香 再用熱水撞下去 再扯一扯 攪拌機 碎了它 碎了它 讓它有渣 滴滴都是精華 再出回我那裡的小小湯 而且這些菜式是不覺得東西的 一定是今天用完 否則會黑 半日後的成果 是這裡 現在是生拆龍蝦肉的模範 讓它的肉滑一點 如果熟悉的肉就粗糙了 稍微冰冰鎮著它 讓它的肌肉可以收縮一點 讓它的肉彈牙一點 即是你可以立刻起的 但它會有點黏 你不漂亮 走出來畫一鴨一佛 三千八角 那你看到也不想吃了 這裡的紅衣 是比較硬的 要做到它的效果是雪金白的 你一定要把它起掉 又不要浪費肉 太三個又斷 太多錢 它又蓋不到一塊 粵菜以鮮為本 用新鮮去帶出整個鮮味 這個是粵菜其中一個精髓 真是古法傳下來的 其實以前拿蝦湯 真是這樣拿的 也感謝我的師叔 我師傅 都是離院那時候的時間 我用了四年時間去拜師學藝 四年才能打動它 當年是離院專門出一些很聰明的人 所謂的軍校 少林寺 所以就慕名地去一試 就是這樣就入了漢 很辛酸 你又要蹲在這裡洗鍋 打地 初誕一定是做這些事的 肯定不會讓你去煮 不會讓你有機會碰到畫刀 碰到架 以前是這樣的 教式徒弟沒有師傅 那你一定要靠自己 一邊擦地 一邊看看別人怎麼做 第三年真的正式可以開始 劏菜 電外線 劈金華火腿 開心到大力 有一點點 埋出頭 但原來是第一下 出發會影響得我 對粵菜的價值會更加不同 不需要再去搜救 只是做一件事 保留傳統 但是很需要創新 英國 新加坡 隨典 日本 斷斷續續都六七年 為一個宴會 有時候為一些重要的人物 一年前 都在量度所有東西 一條芥膽都要量度去切 兩厘米就兩厘米 韭菜花 砌摩天輪出來 雞斬了整隻馬 出來 鮮學神針 夾起骨 然後再放刺刀下去 怎樣去燉 很多東西都是很開眼界的 那你自己更加要鞭策自己 你落後於人就沒有心機了 一定要盡量去追趕 不要經常覺得東西足夠 你覺得足夠你就停了 一停你就貪圖安逸 一安逸你就不想中 紅毛大蝦是我看紅樓木 一個參考的菜式來的 做法就是會有時空穿梭 再不是用一色一擺紅樓木 裡面的河鮮 我用的是用海鮮 現在我就是把它剝開 給大家品嘗 我都會做到一個糖心的效果 我自己就很最深 紅樓宴紅樓木裡面的菜式 曾經是有人去做雞骨水 完整拿出來 放在一塊春筍上面 再去做一個菜式 很神奇 很厲害 譬如裡面的茄翁 久精久曬 很多聯想 因為你當時沒有Youtube 只是靠一本書 你去想像畫面 那你就要靠一個廚師 怎樣把它放在你面前 香港還有一些傻人 是會肯做的 自己研究酒醉的程式來的 裡面有十年層的花雕 尤其是酒是會有很重的苦力味 要加上裡面有些藥材 有十幾種水果 你要令到它不會有苦力味 反而是要拿到酒的香味 一定要做一天提煉 才可以讓藥材發揮到味道出來 第二天才可以浸下去 食材準備得七七八八了 設桌就準備迎接客人 我希望大家吃得開心 又覺得挺有趣的 可能用雞尾酒搬去吃 不要太多規範 這個是紅湖大蝦最後擺盤的工序 下面這個是鍋筍 一走一乎的 走出來不漂亮的 我就不用了 點綴黑色的魚子 這個是我自己的擺盤方法 你沒有了食材 別人都不知道是甚麼 爛尿蝦就給大家看 我剛才打出龍蝦肉 我現在打蝦湯 很鮮甜的 下面的底是鮮奶蛋白底 蛋白配陳酸菌 口感會比較適合 第一次來的時候 是給一道菜是經驗了 那時候是吃藍龍蝦 就切片 然後擺盤買得很漂亮 好像吃藝術品 好像入蝦 包不了鑽頭 每次試的東西都好像有點不同 甚至乎有一些菜式是完全沒有見過 每一次來都很有驚喜 我不知道凍馬友是可以這麼好吃的 因為馬友常常大家的觀感 都是覺得是用來做鹹魚的 但怎樣去將一條鹹魚 變成自己的夢想 是我自己一個借機 希望大家去欣賞一下 意為普通的食材 怎樣去將它發揮到極致 粗貨精造 等於這間小店一樣 在有限的資源 一樣是做得到 一個人溫 你又入貨 你又煮 你和客人都由他一手包辦 你沒有自己的信念 其實很難做到這件事 環境是沒有一個高級餐廳 但食材一點都沒有輸過 可以吃到平時 我要多給一倍 甚至多一倍的價錢 吃的東西 希望香港可以保持空間 給這一類很醉心的人 但也正正有這種傻的人 才可以做到這麼有人性味的東西 尤其是疫情的時候 我是很擔心它受不了 我一有空就外賣一隻豉油雞 又好吃又好吃又好吃 盡力希望撐到 那時連水電煤都搞不定 寧願外面都認識 客人都要摸一刻進來 去幫你 去支持你 這件事我想 我一生人其中一個 換回來最大的夢 最滿足就是人們吃光的東西 然後告訴你好吃 多謝我家裡的內子 多了忍耐 兒子這麼小 很慚愧 由他出生到今天 回去每次都在睡覺 推開對房門 看一看他 然後就落欄口 即是去安仔 我希望我的兒子 有時候也會看到 可能爸爸真的不聰明 但真的用心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廚師的使命就是做好食物 我還沒離開 還有很多事要做 你們先走吧 下次見 拜拜